智齒虽然用处不大 但是也别乱拔 否则可能会伤到神经 造成感觉麻木 如果牙根跟神经距离太近的话 最好是找专科医师 用开刀的方式来处理 24岁的隋小姐几个月前 右后方智齿开始长出来 但是智齿长歪 刷牙是很难刷得到 后来因食物堆积 导致发炎感染 牙齿痛得很不舒服 到诊所检查才发现 他的智齿牙根刚好和齿糟神经相接触 因此转诊到大医院 开刀拔除智齿 治疗两周才恢复正常 照理师光才知道说 就是他真的有压到神经的部分 然后不处理掉 可能前面的牙齿会 就是跟着歪掉 或是更容易阻牙 医师表示临床上常见智齿长歪 加上清洁不易 引起牙齿周围组织发炎 影响咀嚼功能 所以治疗上大多建议拔除 但是拔除智齿可得小心 因为如果拔牙时伤到齿槽神经 轻者颜面感觉异常 严重的话 还可能变成永久性神经麻木 即使喝冷热水或是流口水 都不再有感觉 下齿槽神经 它本身还是掌管了 我们下嘴唇的感觉 所以如果说下齿槽神经 有受到伤害的时候 下嘴唇的感觉 跟着就会受到影响 医师说全台大约有 2%到3%的患者 智齿牙根会和齿槽神经相连结 因此建议民众 遇到长痣齿时 如果疼痛不舒服 可别乱吃止痛药 最好就医详细检查 记者赖水平陈信龙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